大家好,我是爱远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官方只送1000星穹 流银化身新一代埋榜子 流银哄你睡了 崩坏星穹铁道 2.3流银特效又有缺陷 过度宣传导致流水不佳 飞消禁卡此时间确定 最佳队友出炉 随加2.3版本的逼近 流银这位角色的相关活动 也是逐渐的被官方爆料出来 这几天官方爆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 老米是一直有着靠电话 来维持游戏热度的活动的 从6.12开始 往后三天 玩家都可以拨打电话和流银进行通讯 据已经体验过的开拓者透露 这次的活动建议 在晚上拨打 因为流银会带着你数星星 并且和各位开拓者说晚安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活动 想要参加的各位开拓者 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有关下的版本 即将上线的末日幻影的消息 这个末日幻影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 将会是一个和混沌回忆 虚构叙事一样的常驻 高难度挑战玩法 不过这次的活动 首次通关之后 会送给大家一个 自速成只和300星虫 加上版本更新赠送的600星虫 1000星虫 基本上是手拿把掐了 大家可以等到上线之后 自己尝试一下 再就是有舅舅爆料了 本次末日幻影的争议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肩防守备 首领幻影受到的伤害 降低50.0% 弱点击破后 行动额外延后 受到的伤害提高100.0% 阵地转移 杰帕德会加入战斗 并为首领幻影提供保护 首领幻影会将自身弱点属性 转移给召唤物 但当召唤物被消灭时 自身韧性值受到额外削减 转移将弱点属性 转移给目标 弱点属性 会在目标被消灭后返回 并造成额外韧性值削减 逃无可逃 首领幻影的召唤物 会标记一个我方单位 首领幻影施放单攻技能后 会对被标记的我方单位 追加施放 追加施放 在施放单攻技能后 会重新选择目标 并再次使用该技能 既安刃之至 敌方全体受到的伤害 降低20.0% 但美拥有一个弱点属性 受到的伤害提高5.0% 官方又来为流营预热了 发布了走进新穷PV 其实就是介绍流营的技能组 与其说是宣传 不如说是当时前瞻的补充 毕竟前瞻直播时候 介绍实在太少 最近飞销的消息非常多 刚刚内鬼又放出了部分消息 下面来看看 首先飞销并不刚需托帕 叠层不需要过多追击 低魂的飞销跟云离非常适配 低魂的飞销需要追击第四人 高魂可以解这个毒点 飞销在末日中有一定统治力 混沌可以打 不过巡猎打虚构就有天生的缺陷 最后比较重要的亮点 就是在2.4中可以看到它的建模 也就意味着飞销要在2.5进卡池了 最后一个就是飞销的最佳队友 需要等到3.0之后才会出现了 最近2.3创作者体验服已开启 大家尝鲜最多的当然就是流营莫属 毕竟人气实在高 强度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0加1或者1加0都可以玩 只是特效方面不太让人满意 除了大头像特效有概率出现问题之外 在体验服里面有网友测试中发现 铺满的血条和韧性条把流营大头像特效覆盖了 好家伙直接让人无感了 对于这个问题玩家也反馈给了客服 客服已经承诺正式服会进行修复 其实说流营被官方过度宣传一点都不为过 从一开始出场就强加ML身份 实在让人无感 诚然流营的背景的确塑造的相当优秀 几个版本的剧情铺垫也是下足了功夫 需要把流营打造成最高人气角色 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 流营始终还是游戏角色 强度方面根本不符合自身定位 而一次次的特效缺陷和不听从玩家建议 就算再多的宣传和塑造也无法拉高流水 反观2.0守卫大C黄泉 一路加强 特效拉满 配合几个恰到好处的PV把关注度提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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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